好 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禮拜一 禮拜一我目前錄影的時間 是10.59份 那那個禮拜五 那個正所稅的三讀沒有通過 再加上美股 禮拜五到窮它是長黑 那基本上今天這個大盤 它是向下開低 那向下開低的話 大概我們這樣子講 今天這個大盤 我們從極短線來講 今天是跳空開低 那這個跳空開低之後 今天早盤開完盤的低點 就是低點 簡單的說這一根 兩根 三根 這個低點它沒有被跌破 這個叫一點低 那一點低有兩種情況 大概就兩種走勢 以今天的盤面來說 今天的今天只說短線是 就是看這個開盤 開盤啊 開盤八法 所謂的開盤八法 我衍生出來是十一法 上過我課程的人都知道 那看這個開盤八法 是針對今天的盤面的走勢 那今天的盤開出來一點低 一點低我說過就兩種 那兩種啊 一個是小紅小黑 一個是長黑 那我們透過啊 透過我給會員的訊息啊 來跟各位講 的訊息內容來跟各位講 好在這裡 10點38分 10點38分啊 那個盤式的部分啊 這個有分短線跟中長線 我們先從短線的角度來說 10點38分 我已經跟我會員講過了 就盤式的部分 今天是一點低盤 那一點低盤 我剛跟各位說過 它只有小紅小黑或者長黑 但是目前啊 目前已經排除長黑的可能性 那既然它只有小紅小黑 或者是長黑 長黑已經排除掉了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等一下再講 那既然排除長黑的可能性啊 小紅小黑的機率比較大 至於中長線 中長線 這裡啊 這個中長線來講 我禮拜五跟各位講過 我們先從 至於中長線的部分啊 我們先來談那個極短線 為什麼這裡我認為啊 它已經排除掉長黑了 一個長黑的盤式啊 我坦白說啦 開起來拉這裡 彈下去這裡就要殺下去了 它不會在這裡放 所以簡單的說 今天下檔的支撐出來了 在這裡放一放之後 我認為尾盤啊 收上去收小黑的機率大一點 小黑或小紅 所以下檔以今天來說 你8190沒破 你都不用去做空了啦 你也不用考慮坦體來 你這裡你也不要去做空了 大概要放空也要等了 那空點那個等回撤壓力 那回撤壓力喔 那個我們盤後節目再來講 所以說基本上這裡要放空 我覺得也要等 為什麼 指數的部分 因為今天既然沒有長黑的可能性 剩下小紅小黑 你在這裡你也不太適合繼續做空了 不管你今天拉在哪個點 你這裡談上來任何哪一個點 我認為以極短線來說 你今天你都討不到便宜 所以說真的要做空要等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中長線的部分 今天是破低 那破低的話 上禮拜我周線我跟各位講過 上禮拜周線就有轉折 那已經有轉折 它當然可以直接過高嘛 那要不要過高那個跟消息面有關係 但是技術面有技術面的做法 所謂的消息面當然是正所稅 它過不過 那目前那個上禮拜我沒過 目前又破低 那我說過剩下過高或ABC 那這個ABC啊 這一段還有另外一種走勢 我在這裡我不想浪費時間去講 因為我們盤中還要看盤還要幹嘛 所以我也沒有太多時間跟你講這些 你要看的話那個等盤後節目再來說 這個ABC 如果是它是 這個ABC過高 我講過 8150上下50點 就是這一波的 這個4 上去過高的話 大概低點8150上下50點 它就可以滿足了 就可以直接再過高 還有另外一種是它直接進入什麼 直接進入月線的第四浪修正 那這個低點的空間就會比較多囉 就會比較多 所以整個關鍵在哪裡 浪潮結構中線的架構 它這裡是ABC再過高 還是做月線極速的修正 那個幅度會稍微大一點 大概會來到這裡 這個跟月線有關係 所以這個整個中長線的架構 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指數的部分 指數的部分 我剛剛講過 以今天來說 今天是不適合做空的 你在今天空在任何一個點都考不到便宜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因為今天我認為小紅小黑的幾率比較大 除非它拉回跌破什麼 那個8190 又再跌破 跌破站不上去 那個在考慮 不然指數的話 你真的要做過問 我認為要等 至於個別股 個別股的走勢 我想那個南科我跟各位講過了 這個高點一定在過 那複製同樣的模式 今天南科在這裡 那基本上也還沒過 我講過會過 不是說今天掌上來跟各位講 我在這裡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過 這個高點不是高點 只是最好賺的那一段 我認為已經過去了 那你去思考說 如果說南科這個高點會過 為什麼要過 那除了南科之外 還有什麼股票 它的高點會過 我相信 我在電視上講過 什麼股票低點一定破 華碩我也講過嘛 對不對 這個別股個別股的走勢 我說過這個低點一定破 這個低點一定破 這個高點一定過 還有什麼股票 那個高點一定會過的 在這裡我們就不再講了 那個別股我只能說個別股個別股走勢不一樣 那大致上是這樣子 其他如果說有不足的地方 我們那個盤後節目時間比較多 我們再來說明 先跟各位談到這裡 我們下午盤後再來見面 我們下午盤發揮 我們下午盤 我們下午盤